此道 恕我不能见 看来秦阁主 是半点都不愿意跟我商量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千诚阁已不在宗门之里 今仙此举 难免徒生杀戮 千贤不敢沟通 池门主还是请回吧 好 今日这番话 我会尽数带给金仙 秦阁主奇异高超 池某人改日再来领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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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他人呢 历城安不见了 不见了 那他是 故意用我离开的 女魔头你先别着急 你好好想想他会去哪儿 我想我知道他在哪儿 他 做过最坏的打算 第二 astrolog 让你什么 拢吧 用到工具 没错 我要养损 这只是一切 我 我 不是 那你 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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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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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不出金仙所料 那秦千贤不愿戒到江州 万禄门两魔头 屠戮虚宗门 惨无人道 人人得而诛之 我宗门欲戒到千尘阁 千尘阁主秦千贤 拒不答应 亦在包庇万禄门 其正义不在 仙心已偏 千尘阁百年基业 绝不能断送在 如此是非不分之人之手 事宜 我以金仙之名 号召天下宗门请聚肃山 肃清千尘阁 金仙圣名 如此 那陆昭遥便不会不离开万禄门 金仙此举 是想一箭双雕 秦千贤爱我宗门大业 早该除掉 那厉晨岚 也逍遥得够久 此次我肃清千尘阁 亦在秦千贤 也亦在厉晨岚 只要将陆昭遥调虎离山 便能升秦魔王之子 那如果陆昭遥不去千尘阁呢 他 会去的 你不愧 女魔头 要不你先吃点东西吧 我不饿 你放这儿吧 今天门主又去藏书阁了 你说 小丑八怪天天被关在密室里 他身体是不是应该好得差不多了 那他身体里的魔器 会不会就这样 日复一日地被消耗掉了 你 要真是那样就好了 反正我就最讨厌别人跟我耗着了 说不定内魔器 跟我性格差不多呢 虽然我也不太喜欢小丑八怪 但是看他天天被关在密室里 还是觉得他怪可怜的 是啊 女魔头现在天天都去藏书阁里 不肯死心 可是藏书阁里那么多书 门主又是一个 一看书就头晕的人 他怎么可能看得完啊 他 已经好几天没有合过眼了 我心疼门主 我心疼门主 我也是 于我何而为一 是你的宿命 你以为这样就能摆脱我了吗 你躲不过我 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我们早为提 然后这边就能摆脱我 我们早看 我会釘子 温暖地 我在哪儿就等于寻 donut 我会釘子 赵遥 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思来想去 即使这万军舰 让陈来一步步入魔 或许我们可以带着万军舰 再去一次舰舟 虽然老魔王的封印被打开过 但是 舰舟那个地方 说不定还有其他办法 可以抑制中万军舰 日蠢的挣扎 请网图自猜 Hon col o 女人 你我早已血脉相戎 活在 你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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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密室看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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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魔头 立成岚在五恶殿 啊 这些 都是立成岚的血 他已经拼尽全力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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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瀾 千万不要被你的魔器 所控制 多数ания 好 勇爻 你們馬上離開 離開萬路門 這裡你們幫不上忙 什麼 勇爻 陳嵐現在 岂是我们离开万路门 就能解决的吗 用不着你们解决 可是门主你怎么办 我必须和他一起面对 这个不是他的人 可是 别给我添乱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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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墨青 是我 是你 是你又如何 墨青 香水玩怪你醒了 陈岚 醒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感觉身体没什么力气 但心里很空旷 感觉不到默契 太好了 默契应该被控制住了 我心里这块石头啊 算是落地了 小丑八卦 你吓到我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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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啊 快走 走 放心 我没事 墨青 我爱你 我知道 我不能忍受你有一点差池 我也是 我们以后 一定要好好的 一定会 走 你不断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所谓的 殿 为了 你自己 Ap professional 科主 科主 倩賢 多日未見 你且可好啊 金仙來得正好 我正有一事 想要與金仙言明 想請金仙您 放棄與萬路門之爭 秦千賢 你理當知道我們此來所為何事 為何還敢提出如此荒唐要求 我只想各位懸崖樂馬 蘇緣 秦閣主近來心思不靜 想來無力再擔任千尘閣閣主一職 不如先隨我回鳳山修心 閣主是誰 達我千尘閣分內之事 不勞欽賢操心 蘇緣 我不過已失去功法之人 並無大礙 閣中弟子無事便可 天下處處 與我皆是修心 去鳳山也無妨 秦閣主 請吧 金仙 押軍 宋 面臨 二天 對 什麼 然後 祂 都不是 宇霸 紙 必須記得 便是除掉了恶 这一切终将结束 报 罗明轩今日带着池天明 与熊天去千尘阁 为了接到千尘阁 想要捉拿擒浅浅贤 肃清千尘阁 什么 这帮人蹬鼻子上脸 欺负到大美人头上了 太过分了 门主 我请命去把那帮闹失的打死 不许去 为什么 罗明轩在哪 你动不过 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 大美人还给欺负呗 我忍不了 小侄女儿 你能忍吗 我去 不肯 此行太过危险 万一罗明轩另有图谋怎么办 罗明轩借到千尘阁 意图攻打万路门 一来 万路门经过几次内乱 内力空虚 打不了这一仗 二来 即便他占据江州而不公 但只要江州落入洛明轩之手 我万路门 便等于被人扼住咽喉 再有 秦千贤与我有恩 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坐视不理 赵友 你 石器留下来 保护墨倩和万路门 小心洛明轩 子虞却只为旧人 不为教授 他杀不了我 万事小心 如果有什么不对 立刻顺行回来 好 你本是万路门之人 你是认为历尘兰有错 所以才投奔洛明轩 我从未觉得历尘兰 在治理万路门上 有任何不妥之处 那你为何要背叛 爱而不得 秦阁主也不必劝我 我很清楚我自己 看破 但无法踏破 阁主请报 请报 洛明轩 把琴仙仙怎样了 洛门主 你来迟了 金仙和琴阁主 已经回凤山了 洛明轩 来者何人 出事了 我去看看 你 居然是你 我们没找你 你倒找上门来了 不过蝼蚁 竟敢叫嚣 来得正好 你竟然失去了弓法 你竟然失去了弓法 不肯用万军剑 你就是一个废物 你竟然失去了弓法 你是何人 爹这一辈子 没为你做过什么 最后 让爹做这一件事吧 爹 他忘了什么 都不会忘了你 爹 爹 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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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别追了 回凤山接应急线 我 西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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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青 我没事儿 洛明轩把小丑白怪抓走了 啊 怎么了 石七说 洛明轩把力尘兰给带走了 洛明轩 赵悠 你别冲动 冲动 他洛明轩敢来我万路门抓人 我如何做都不算冲动 既然洛明轩敢来万路门抓人 那就代表他已经有实权的把握 你去了也是无济于事 而且洛明轩抓走陈兰的时候 便知道他不能再使用任何功法 而且万军舰也不在他身边 那又如何 洛明轩既然没有当场杀了陈兰 就代表他还有其他的目的 所以 陈兰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任何危险 你且能等 等 等 等什么 等他露出企图 我等不了 陆周遥 你是否真的要欺万路门 于危难而不顾吗 若是螳螂捕蝉之策又该如何 你别忘了 这不仅仅是你的万路门 也是他的 十二个时辰 我只等这么久 让他换了 将他押入地牢 择日召开除魔大会 我要替天行道 好 我 谁 金仙 是我 回来了 听闻金仙已将李承澜请回 吩咐下去 三日之后 在我凤山之上召开讨谋大会 这一次 绝不给魔王之子生路 是 宗门盛世 只可待 你们先下去吧 是 骆明轩三日之后要杀了你 我可以救你 你总会求我救你的 9月 怎么了 可是不喝口味 上次来时 还是师父让我给师叔送药 可谁知道 这没过几日 他们二人就 门主 凤山传的消息 说三日后要举行讨谋大会 审判历尘兰 该被审判的 不是历尘兰 走 我们即刻前往万路门 如果我们硬闯凤山的话 有几分机会能够救出历尘兰 没有 没有 骆明轩已经习得秘书 又有六合天一剑在手 池天明和雄天 又死忠于他 清阴阁的唐运掌管清阴阁 和天玄门大权 三日之后也会参加大会 而如今我们的万路门 经历内乱颠簸 百废待兴 时期又受了伤 如果现在对抗宗门的话 怕事并没有那么简单 路门主 见西门柳门主前来拜访 柳苍领 苍领哥哥 陆门主 西山主 芷妍 苍领哥哥 你怎么回来了 我为徐宗门一试而来 这位是徐宗门江门主亲传弟子 换礼雅子 徐宗门被灭门当日 他也在场 看见了事情所有经过 我师父 是被陆明轩所杀 他夺了我师父的功法 还抢走了秘书 用秘书 夺了我一门人的性命 若不是当日我藏在柜中 恐怕 我也将会是他的手下冤魂 顾寒光是如何被他所杀 陆明轩刺伤了南山主 说服我师父 将南山主关在地牢里 之后 之后我也不知道了 竟是如此 我在来时还收到宗门的消息 说三日后 陆明轩就要在凤山召开出谋大会 登众审判令门主 诸位可知此事 这就是洛明轩的企图 把所有的罪责 都推到陈兰的身上 然后将真相 埋藏在尸骨之下 若我们有他作者 道出须宗门灭门真相 揭露洛明轩伪善的面具 你说我们应闯风扇 救出默契 有几分机会 一分 一分 够了 可知 有几分 这 有几分 我 要几分 露赛 要几分 因为我 报警 就没有 暗门 的话 到 你 伤手 在箴下 以后 帮我 让我 这些年我在你身边 所思所想的都是你 为什么一定要是他 难道我就不能替代他吗 谁都不行 陆昭遥 只有一个 陆昭遥只有一个 可你知不知道 子昱也只有一个 苍岭哥哥 子昱 当日山门前一别 不想这么快又会相见 是啊 只不过 这次又是生死又关的时候 子昱 今先复活 此件事宜 皆是我借心门 苍岭哥哥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这件事情也怨不得你 要怪 只能怪这命运使然 你也别再责怪自己了 风扇 你先小心 嗯 嗯